人們經常認為愛情是一個高度 我愛我最高,我最愛這個 人們都認為愛情是一個高度 其實愛情不單止是一個高度 如果我今次最愛這個 下次我遇到一個更愛的又高一點 我這個就不用了 於是婚姻也好,關係也好出現危機 如果我們純粹看愛情是一山橫比一山高 可能西方會比較多 我已經不愛你,可以離婚 相處沒有問題,但我不愛 如果我們追求愛情去達到婚姻的目標 其實是危險的 所以我們剛才所說愛情除了高度 還要寬度寬度 去到愛情,你只要看愛情會激活 當你遇到一個新來的刺激 當你遇到一個高度 你便會離婚 如果我們愛情除了高度 還是一個重量 可以累積 所以在過程中,要如何累積愛情的重量 這就是我們很多智慧 如何經營這個關係